自动咖啡机 从外观上看呢 是配置有一个1.2公斤的豆仓 8升的水箱 10英寸的大屏幕 1.2升的废水盘容量 40个扎饼盒 以15克一个扎饼来计算 容量盒 废水盘感应器 感应废水盘满之后的提醒 20克冲泡器可更换 14克冲泡器快速拆卸结构 配置的64金属平刀 20克冲泡器的一个配置 从开机到我们待机 一共加热的时间 大概是3分钟左右 这是我们机器的一个待机界面 待机界面可以显示 最高48种产品 的一个容量 每一种出品都可以根据我们的一个实际需求去更改它的配方 包括杯量 包括浓缩咖啡的配比 长按我们的logo 输入调试密码 密码可以更改进入界面之后呢 第一个界面是我们的一个清洁维护功能 点击进去可以选择冲泡器清洗奶露清洗跟周期性的一个维护保养清洗 根据屏幕的一个界面显示 根据屏幕的一个界面显示按照它提示的步骤一步一步操作即可 配方配置是我们在主屏幕的菜单上面去选择我们的一个配产品配比 通过调整产品配比可以实现 不同咖啡豆不同属性的一个参数调整 达到我们最佳的一个出品状态 咖啡的萃取品质可以实现接近半自动的一个配料配比 18克跟60毫升的萃取量 点击保存点击测试 可以观察到我们的一个浓缩咖啡的一个品质 通过观察第一次出品的品质去调整我们 不同的参数达到我们最理想的状态 OK 通过刚刚的调试 可以适配到每一个配方上去调整我们的杯量 以及浓缩咖啡的一个配比 营品管理可以增加或者减少我们对产品的一个实际需求的一个应用 刚刚说到研磨器 这一个研磨器可以做校准 校准完了之后呢 它可以实现半自动磨豆机的一个定量出粉的功能 磨豆机标配64毫米金属瓶刀 它是可以做到均匀出粉以及更高的研磨寿命 机器设置可以设置我们不同的一个用水模式 桶装水水箱水跟直营水进水三种模式可选 根据实际应用的场景来定 互联网功能可以实现我们的扫码支付 以及在线的对机器的一个运营监管 包括故障显示以及杯数技术等功能 操作员选项可以更改到我们语言 以及应用图片的一个更改 营品技术器可以观测到我们所有品类的一个出品数 以及总出杯量 售后诊断功能可以从售后诊断上 观察到我们机器的一个运行状态 绿灯表示正常运作 灰色的灯表示故障点 通过每一个独立阀开关的运行 可以观测到机器的一个故障点 通过排查得到我们的一个故障结果 加热气测试 热水加热气测试 正常 蒸汽加热气测试 观察状态 蒸汽加热气正常 传感器运行状态查看 绿灯表示正常 灰色的灯表示故障 独立的开关 雕一滴灯打开以及关闭 一键测试我们的出品量 出品杯出品种类 去观察它的故障因素 通过售后日制 可以观察到造成故障的一些原因 以及排除的方法 以上就是我们全自动咖啡机的一个功能展示